管那么多事干什么 到头来他们俩结了婚 你还是个仇人 而且我告诉你 但凡是像女婿所寄赵母娘的仇 这种当初的这种看不上和嫌弃 会寄一辈子 画面中被图磊训斥着的女人 名叫刘母 她为什么会惹得图磊老师 说出这样的话呢 原来是因为她看不起准女婿金生 所以提出了50万的彩礼钱 以此来恐吓她 这到彩礼钱吧 你说拿50万 你说50万算多吗 我根本我就觉得不多 小白本与男友金圣很是恩爱 而就在不久前 两人更是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当男友听到小白母亲 要50万彩礼后 男友就不告别的离开了她 为了能够让男友回心转意 她只好求助到了节目组 希望能帮助她劝服男友的回归 那么刘母为何要突然对准女婿 提出这样高的彩礼呢 你说他俩结婚了 生小孩啊什么的 我该能贴 你说有什么我还能帮着 还有什么要求吗 对于在场众人的疑问 刘母坦言道 自己并不是想要把这些钱据为己有 而是为了给自己辛苦养大的女儿以后的生活 有个良好的保障 所以才提出那么多彩礼的 然而这些东西都可以留到以后 两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积攒 去创造这个财富 为什么刘母现在就非要让准女婿有这样的条件呢 难道是刘母故意为难她的吗 面对主持人的疑问 刘母直言表示 自己就是没有看上女儿找的这个对象 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 两人就连战役其实都不般配 因为大连人格都高 而准女婿的个子 却连自家女儿高都没有 就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她就再也没见过女儿穿过任何的高跟鞋 听闻母亲开始羞辱自己的男友身材问题 小白哭着祈求到母亲 能否不要再说了 但是刘母还是执意的说着准女婿的不好 说到准女婿的不足之处 刘母仿佛有滔滔不绝的苦楚需要倾诉 因为在她第一次见准女婿的时候 就被她带得上门里给寒沉住了 虽然她也没指望准女婿能够带多大的你 但是带两个苹果三个香蕉的行为 还是让她恶心住了 然而小白此时却辩解说道 男友当时是没有来得及准备 才导致那样的尴尬局面的 并不是故意而为之 可是刘母却表示不愿再听女儿的任何解释 并转头对着众人讲到两地的风俗 也有很大的差异 而这个差异更是让她难以忍受 大家还告诉我说什么 今天走休息是晚上办 不是白天办 对杭州都是这样的 杭州全是晚上办 晚上办在我们大连的就是二婚 干嘛呀没结婚就二婚 因为准女婿家在杭州 所以他们的婚礼便都要求晚上办 但是在东北人看来 晚上办婚礼则是二婚的表现 这是巨大的不吉利 所以她坚决不会让女儿在此事上屈服于女婿 然而今生都把房子买在大连了 那也就表示不会遵循杭州那边的规矩 晚上办婚礼呀 为什么刘母还要挑准女婿装修新房的事情呢 他俩要整的花了胡哨的那些东西 我根本就看不上 我要求就是很能走古典一点的 那你说这结了婚了 过两年看不好了 完了再重新装 完了再拿出30万装了 经过刘母的一番解释 众人才明白 原来小白和金城两人当初是商量好的 一人拿出30万用于装修和买房的事情上 而金圣此次离开的原因就是刘母想要在装修的事情上掺和一脚 干涉他们两个年轻人的决定 除此之外才是50万的彩礼费 而把金圣彻底吓跑 然而刘母却不认为自己提出的要求很是苛刻 反而认为金圣逃走的行为是很没有担当的表现 并且对于金圣发的朋友圈 她还颇有怨言 那么金圣的朋友圈又发了什么能够让刘母如此气恼呢 原来今天刘母如此气愤执着的想要小白与金圣分手的原因净是 金圣在朋友圈发了一张与一个女孩的合照 可是小白却坚信那张照片只是金圣为了气自己才故意发的 并不是真的有了心患 那么面对刘母的种种控诉 金圣又有着什么样解释呢 而她不告别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今天的她真的会如约来到现场 耐心解决两家如此复杂的矛盾吗 你要结婚了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戴着装修前 然后跑了你还摟了一个女的 你说过年怎么过的 就是你现在我说一句我妈都好不容易结设婚 然后今天问你 现在你告诉我你摟一个女的朋友 现场 众人提心吊胆的等着门的开启 而不出所料的是金诺真的如约来到了现场 但是小白看到男友的出现 却并没有很多的兴奋之意 反而非常气愤的对着金圣连番轰炸 而金圣则是低下头沉默不语的盯着地面 那么对于准岳母和女友的疑问 她究竟有着何种解释呢 其实那个女的说表妹 表妹 我现在摟一个随便 我这是我表哥你信吗 我不是表哥 我表叔上 我回杭州我跟我表妹 那你为什么在朋友圈的照片下面 不写清楚这是我和我表妹呢 就是 是因为为了气她 只是我朋友想出来一个办法 但是我第二天起来 我知道我这么做是不对 第二天我就叫我朋友删了 对于众人的疑问 金圣表示 照片里的女孩其实是她的表妹 并没有其他不清不楚的关系 而当初这样的做法 也只是想要气一下女友 好让女友能够抛弃一切与她结婚 那么她为何要不辞而别地离开女友呢 想让小白跟他妈妈着急一下 我没有把钱带走 在家里呢 你说钱在哪儿 钱在家里 大连那个新家里面 在小白的球鞋里面 听闻金圣的一番话 台上的图雷老师 都忍不住连声问到她 为何把钱放在球鞋里 然而还没等金圣开口解释 刘母便对她开始了又一轮的训斥 刘母的一番话说的 金圣是哑口无言 而小白在一旁看着男友的样子 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可是即便金圣在躲避 最终的她也得面对现实 所以思虑再三后 她也终于开口说出了 自己不辞离别之后的做法 我回家我都把事跟我爸妈讲了 他们也知道我跟小白结婚的事 我不想让我爸妈承担的太多 回家他们一直在为我筹钱 为了我跟小白这事 他们把家里的房子都拿去贷款了 面对女友和岳母的质问 金圣忍着情绪说道 自己此行回去 已经表明了要与女友结婚之事 而自己的父母也是全力支持自己 可是即便父母在支持 她也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的巨款 去迎娶小白 所以她很是希望岳母能够理解自己 可是刘母听完此话之后却表示 金圣子言都是在搪塞自己 并不是真的拿不出来 刘母的话让台上的两人哭成了泪人 但是两人还是努力地劝着母亲不要那么执着 可是即便这样 刘母还是不愿妥协 眼看局面逐渐陷入尴尬之地 徒雷老师只好先劝服刘母上台与之交谈 而刘母也毅然地来到了现场 于是徒雷老师便对几人进行了劝谨 反正我是觉得 这钱要是拿出来倒是挺风光的 但风光背后生活品质的下降 你也是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把这个人逼到一定份上的时候 确实挺凄惨 所以说你管那么多事干什么 到头来他们俩结了婚 你还是个仇人 而且我告诉你 但凡是像女婿所记赵母娘的仇 这种当初的这种看不上和嫌弃会记一辈子 因为男人有的时候这是男人心里最深的痛嘛 我当初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连你妈妈这么看不上 所以我对你所说的是 以后再也不要说我瞧不上 我看不上 这是对于男人最大一种侮辱 图雷老师的一番话 顿时让刘母陷入沉思 然而刘母希望自己的女儿以后生活无忧 也是身为一个母亲 应该为女儿所担忧的事情 可金圣并不是个油嘴滑舌之人 并且两个年轻人也是真心相恋 所以刘母也不该多加阻拦两人的爱情 然而不管图雷老师怎样劝道 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几人的手中 那么最终的他们会怎样做呢 我希望结婚之后 你还是像之前那样开开心心 无忧无虑的 我们在此的两年时间 我们从来没有为了钱发过仇 我只是想 现在想把这个婚礼办得简单一点 剩下的钱我们可以留着以后用 总不能为了结这次婚 我们得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吧 小白 你相信我 结了婚之后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让你开心幸福的 我会为了你为了这个家 更加努力奋斗 相信我好吗小白 我爱你 面对女友的流泪 金圣很是心疼 于是他便打开心扉 当着众人的面对小白进行了一番真挚的告白 而小白听完男友的真言之后 也非常感动 两人的真情相拥让一旁的刘母 感慨万分 经历过内心的不断挣扎之后 最终的他还是决定让女儿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其实一段感情从萌发到结果 中间要经历许多的波折 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能开花结果的 其中不乏相爱的两个人 却因彩礼的问题而走到离散的地步 个人觉得彩礼不可过高 当然也不能过低 因为得给男人一点点的压力 要让他知道结婚并非那么容易的 需要花费一些心力 才可以达成的 而最好的彩礼标准 就是在男生跳一跳 可以够得着的数额 这样的话 既可以考验他对这份感情 到底有多少真心实意 也可以瞧见这个男人的实力 到底是否值得托付重身 不过说到底 日子还是他们小两口的 为人父母的长辈们 要祝福 而不是选择从中阻拦 毕竟姻缘这个东西 特别玄乎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等到你想要再回头时 发现早已无人在等候了 所以当爱情来临时 就要勇敢地抓住 切莫因为彩礼而退缩 比起余生的甜蜜幸福 这点困难嫌祖真不算什么 咬牙坚持挺过去就行了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这段复杂的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高见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 积极互动留言啊